三个中产党 当然在七个人冲击之后 政府破片荒 很少听过一凌晨一二一两点后 因为可能十二点游行员巴 或者有一些事在晚上差不多发生 凌晨一点左右会发表声明 反而警方比较多 但特首在凌晨四点发表声明 在我印象中是绝无紧有的 首先他未睡 睡着的情况 你们对于四点记者有什么观察 我先讲到方教的什么观察 首先那些人说 四点钟就是为了迎合外媒报道 因为在大阵欧美地区 四点就是下午 或者我要说他们有新闻报道 你一定是拍攝一些最汁的東西 即是破壞、衝突等等 而你那段事件究竟的意見有多大呢 那段事件也沒人放心 我也沒人說 第二件事有很多人就說 這個是中聯辦叫他做的 就叫他一定要盡總去回應 其實他是不想回應的 當然還有最主流的朋友就是 說來講都是那些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 怎樣觀察他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也沒有觀察 因為我埋手寫了一本書 所以我寫了幾個通宵 所以我沒有觀察到 我只是說通常是一個管治 一個正方 以我對共產黨的認識 以我對他們的方法 應該是會這樣做 在現在這一刻 整個林鄭 整個政府已經是沒有怕的 是由中央政府去決定所有大事 決定所有大事 整個政策是她的 但問題就是 林鄭究竟她這樣做這件事 當然她有一個理由 但我想她們都是覺得那個狀況 現在她們所用的策略 應該是 究竟發生什麼事 派特務去檢查 現在在寫報告的時候 所以就任由你們去做所有事情 做事的時候 現在她們根本要評估不到整件事情 究竟是怎樣發生 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 她那些特務 那些或者不是特務 那些叫做情報員 搜集情報的人 搜集情報的人 現在應該是在這一個月之內 爭取時間去搜集每一個情報 和可能的人去談 或者去intercept你們的Telegram Group 或者去看所有的情報 然後去給一個報告 給港澳小宗負責 然後大家才去評估那個狀況 和沒有一定的策略 所以現在這段時間 正確來講是一個管治來講是空槍期 但問題就是 香港已經有很多特務 你現在才開始觀察 之前那些人吃什麼 現在就是之前那些已經反省了 之前那些人吃什麼 那些人應該要全部解僱 很難解僱 你在公司無論多做不到事情 全部解僱就變得沒有人做 原來中聯辦的特務都是很難解僱的 就算很無能 你也要繼續保持 其實不是 是所有公司的很無能的人 你都沒有解僱 因為你解僱就知道 還有我覺得這次的情況的發展 不要說他們是否真的有些收情報的人 是很難去掌握到的資訊 連我們意見領袖香港見到的KOL 你又好像說 偏黃 或者比較理解 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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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評估都是猜不到 很多都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先說回那個記者會 我最主要看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林鄭的樣子 就是真是下降了 灰了 那你的感覺就是 不是那些放屁股 是這樣的 我們怎樣 第二件事 有一個回應 為何他都被丟掉了 四點多 大哥 他純粹是因為 我四點多抓醒你 他不是未睡醒 是未睡過 很久沒有睡醒 他已經是星期六 純粹是他 他的語氣也是 因為我已經沖繩道歉了 你們還想怎樣 你看到他那些語氣也是很屁 第二件事就是 那些人說 張建宗在旁邊 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我們就有點便宜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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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樣說 為何你要有一個張建宗在這裡 你有一個張建宗在這裡 唯一的原因就是 因為等人們熟悉 原來重要的東西 以後都會見到你 為什麼要以後重要的東西都見到你 就是因為你在旁邊的那些人 即將會不在 你要幫他做什麼 重要的東西就是只能見到你 對 只能見到你 然後你也看到很奇怪 又不見到自己 但又要不說話 對 為什麼不說話 通常他的說法就是 他可能要出來 但不要讓他說話 不要讓他欺負 對 他是觀察著 對 否則他也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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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你會發覺張建宗說 又不見了 究竟是不是有些什麼 我覺得這些動作是沒有人去分析的 但當然 剛才說到林鄭的樣子 一臉死灰 再加上他所說的 都是我已經沖繩道歉了 還有一句還未說 那你還想我怎樣 那我就引伸到我想討論的另外一個重點 究竟這是什麼局 如果我們經常說 一說到7月1日 無緣無故夜晚 有人衝進去立法會 全香港的時事評論員 不論藍王 甚至我們自己第一個想法都是 喂 沒理由這麼笨 明明起初有100個警察 在立法會裡面 為何最後一刻會消失了 他肯定是請軍入獄 肯定是引你進去 破壞了立法會 跟著民望就會偏藍 然後你們 我們講話 就失敗民心 但問題是 你看回林鄭的樣子 如果是真的這樣 你應該很得戚 你看看我們 他的樣子是告訴別人 立法會當然被人撞進去 可能有很多人會對示威者很反感 但他更加會對林鄭反感 搞了警察去哪裡 為何警察在門口等等會消失 等於你打劫銀行 無緣無故包圍銀行的警察 然後失去中央 然後被那些賊人離開 令到那些人很不滿 令到管治權位進一步挫敗 究竟這是什麼局 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什麼叫一個局 我們已經看到 肯定這個是一個想定好的策略 就是一個局 因為無緣無故消失了警察 一定是一早有一個策略 不會不是一個策略 問題是一個陰謀 我們暫時都看不到有什麼奇怪陰謀 亦都是相同在剛才我一開始說的 就是現在應該評估的時候 大家要自立正 這件事他們是退縮 評估狀況 應該怎樣去做 才去繼續行為 如果在林鄭面如死虎這件事 有一位建制派議員 為什麼我們經常來訪 因為他那時候是等立法局開會 地長在彎仔附近 一邊打著牌 一邊打著牌 一邊等 原來他說主席可以即時叫開會 主席可以即時叫開會 那他們慣例上兩個小時後才能去到 所以他一直在附近打著牌 那這次座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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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可以去 那他就說林鄭是想辭職的 那這件事是相信的 這件事是相信的 因為曾蔭玉成就不停說 騰政長官不可以辭職的 就是說出來 所以就死拉活恥他 因為整件事可能他們不想有任何變局 這個時候 你都未想到應該怎樣做 你就叫他辭職 很笨 對不對 如果相對來 我相信林鄭在短時間會辭職 因為大家未評估了 我想這個評估也要一個月才搞好 第二個就是如果相對於董建華那個 除非你不停下一次三百萬人 你又不明白 我想會淡了一點點 以參觀上一次 參照上一次董建華的經驗 就說都是兩年之後才辭職 即不是立即發生了七一之後 都要等兩年 兩年之後辭職 不如不要辭職 現在只剩下三年 所以我傾向於不要辭職 因為始終當你兵敗如山島的時候 已經 就是這樣 兵敗如山島 大家讀歷史 你再陣前逆稅的話 是更差 固然大家知道那個漲稅是無能的 但是兵敗如山島的時候 你都要那個漲稅在這裡 穩住陣腳 不要陣前逆稅 如果不是的話會更加大 董建華就是換了 兩年 就是穩住陣腳之後才換 如果不穩住陣腳 我講回你剛才問過問題 是不是局 我想是不是局 事態發展的人都轉態 包括我自己的觀察 一開始放進去的時候 那些人擔心 就說你把所有人都放進去 然後就打到他們飛起 第一個 第一個 是 你那些年輕人為什麼這麼蠢 你這樣衝進去 就被警察打 這是第一個半段 後來他又全部都走出來 第二個半段 然後轉態 是正常的 然後轉態 為什麼這麼蠢 你們衝進去 破壞所有東西 你就會失民心 然後拍照 說他搗亂 於是失民心 當然不是失藍絲的心 因為藍絲從來都不認同他們 是 究竟黃那些人 會不會是偏 或不是很深黃 淺黃那些 會不會覺得那些年輕人這樣 於是就和他們割席了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所謂的局 就是說 林鄭特地放你進去 然後被你搗亂 做一些醜樣的場面出來 就令到那些年輕人 在淺黃的市民身上 心目中的形象 都好像是覺得他們 原來你們是這麼野蠻 或者是這麼不講道理 這個就是他們的 就是這樣說 如果純從 你做這件事 至少那些年輕人 對立法會的破壞是很少的 如果他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如果我都會任他們做 你就做 你不是去我家 我站到來 你去禮賓府 我就糟糕了 但問題就是 那些年輕人始終 他沒有做出很大的破壞 始終如果他是這樣想的話 這個想法是錯的 我已經被你衝進來 他被你衝進來的時候 你放火燒 那你當然有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 還有就算你做一個平衡的話 可能有一些部分 覺得好像暴力了少少 或者是倒彈了少少 但是另外有一些媒體 現在拍到他們 有一些女生進去 就是出來了又回去 就是要走一齊走 那些 那又會我覺得 純粹評估客觀效果 那些觀感 就是有些黃絲的 都會覺得 喂 就是他們很夠義氣 就是 就是 周顯哥的判斷就是 喂 好啊 我讓你們贏了 但我一定不可以讓你泛民 因為你泛民 現在就是看勢想收割 就覺得 喂 現在的勢在我們那邊 我們區議會要贏 我們立法會要贏 你搞了這件事 你沒得贏 因為你又得失了 和理非的和師 他都會 他搞了這件事 如果沒有年輕人出來選 他都會贏 因為大家很不順利 你們都會投票 但如果現在這樣的話 到最後 很大程度上的結果 仍然是三分天下 因為不可能沒有年輕人出來 或者沒有聲稱自己代表年輕人 對 至少梁仲恆 大家都會再出來 張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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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秀賢沒有衝 什麼 張秀賢沒有衝 那他沒有坐牢 不是 他不能中 如果中藥 就要救我 他可以聲稱自己代表年輕人 是 是 我都支持他 因為認識他 最後簡單說一下 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局 其實我覺得可以有各方面的看法 但我最看不起就是 太多人是後撤論 你想想在同一天 你說那件事是一個局 你可以轉兩次 這個還不是局 他進來就幫你了 你們是否這麼容易中計 然後就 喂大哥 沒有警察 他當然是一個局 有警察有一個局 沒有警察有一個局 總之你不喜歡的就是一個局 這些叫什麼警察 香港事事評論 我理解那些年輕人 就是他都不管你是否一個局 我知道你是一個局 我都走過去 是 他答得多了 我就是這樣演下去 如果就算是 他們不是那麼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 這個當然都牽涉我們 可能另外一集會講的問題 就是 老爺永遠都覺得自己是看破細情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年輕人就是覺得 喂 你不要真的當我傻才行 好這集就到這裏 我們現在的心情 是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